外国记者总是刁难我国领导人 这次敬问周总理有没有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会上众人听到问题 纷纷暗自窃笑 都想看人笑话 未想到周总理竟然语出惊人 一句话就折服了在场所有人 那么总理是怎么回答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在一次文明中外的达记者问上 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妙龄记者 怀揣着不正经的心思来到了提问席 他直截了当地问 总理你见过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丝毫不顾及这样的问题 是不适合在如此正式的场合下问出来 不仅如此 他在连续两次刁难周总理之后 做出了一个更无理的举动 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用手帕连擦两下 自己刚和周总理刚握过的手 其实这就是一种低级的挑衅手段 用不入流的方式公然羞辱中国 因为那时中美正处敌对关系 美帝政治抹黑中国的行为 层出不穷 在当时的美式宣传里 中国总理周恩来被妖魔化 被抹黑成了一个毛泽东身边的跟班太监 和为中国的落后涂脂抹粉的恶棍 本来 这些子虚乌有的栽赃 根本不会对周总理的个人形象 造成什么影响 毕竟所谓深圳不怕影子鞋 本来就伟大的人 无需解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但这个西方记者 显然就不是个擅长 他这个擦手的行为 摆明着就是在传达一个信息 我出于礼节和中国官员握手 但我认为和这种人握手 是会弄脏我的手的 这个动作虽然没让全场人注意到 但确确实实被很多有心的 西方记者拍摄下去了 要是不做任何行为 第二天 西方就会大肆报道 这个记者的应用事迹 然而周总理却早有应对策略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掏出一张朴素的手帕 他先是故意慢慢打开 又随手抖了一下 故意让下一个 与他交谈的记者等他一会儿 小小的一个举动 竟直接吸引了 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大家都不知道 周总理接下来要做什么 场面也一瞬间僵住了 只见周总理慢挑撕理地 将手帕放到了 刚刚握手的那只手上 用力地擦拭着手面 这一举动 让全场所有人都为之错愕 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 唯有当时拍到前一幕的记者们 和那位擦手的西方记者明白 这是周总理的反击 既然你认为和我握手是一种肮脏 那我也如法炮制 况且你只是轻轻擦拭 我可是用很大的力气去擦 就是在告诉着这位 不知好歹的西方记者 与你这样肮脏的资产阶级握手 需要擦去的肮脏更多 而后周总理又做出了 另一件更令人想不到的事 那就是将这块 已经用来擦手的毛巾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这样的行为 就是在直接告诉外国记者 我不仅认为和你握手 是一件肮脏的事情 甚至肮脏到擦完的手帕 都不能再用了 众怒亏亏之下 女记者问周总理 你有没有见过最美的女子 总理反应极快 一句话就赢得了满汤彩 总有记者问周总理 许多恶意的问题 譬如女人 色情甚至拐弯抹角 侮辱中国的问题 有一次 总理甚至要直面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的嘲讽 周总理回答了什么 既维护了关系 又赢得了尊严 有一次 周总理在会见 时任苏联领导人 赫鲁晓夫的时候 周总理就针对 他所实行的粮食政策 提出了相左的看法 这被一向直信心的苏联人认为 是对他们国策的批评 并针对周总理的出身阶级 进行攻击 在那个时代 阶级意识十分浓厚 阶级斗争在人民群体之间 也被看作一个重中之重的话题 什么问题都没有阶级斗争 这个话题重要 因此 如果这种批评是来自于一个 劣等阶级 那无论这个评论是否正确 他就会被优先否定 周总理是出身于 资产阶级家庭的人 但他凭借着对中国人民 以及共产革命的无限热爱 将自身和原生家庭的资产阶级割裂 并全身心投入到 无产阶级革命中来 但在苏联人眼里 周总理却依旧是一个 资产阶级出身的敌对阶级 所以 当苏联人提到阶级的时候 无异于将周总理前边所有的批评 从个人上升到了阶级 这是苏共攻击 其他国家批评的重要手段 说是杀手箭也不为过 但这依旧难不倒英明的周总理 面对着苏联和卢晓夫集团的唇枪舌剑 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 是啊 只不过我们都背叛了彼此的阶级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赫鲁晓夫身边尽无一人 能对他这种评论驳斥 苏联所有的智囊权都成了哑巴 因为是他们先提出的阶级论的 但周总理却说 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属实是让他们单是砸脚了 因为如果他们认为 周总理是资产阶级 那周总理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 并且投靠了无产阶级 而苏共虽然是无产阶级 但却背叛了无产阶级 走向了修正主义 此后的几年里 苏联便一直对和周总理的外交看得很重 毕竟当初失了面子 总是想要找机会再争回来的 终于 苏修集团等到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就一三事件爆发后 周总理来到苏联进行重要商谈 可当商谈还没开始的时候 苏修集团就开始针对周总理 进行了一连串的结文 他们用阴阳怪气的话语 不断问着周总理一件事 就是最近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啊 谁坐飞机向北飞了 听说要来苏联 这种连珠炮式的提问 萦绕在周总理耳边 可当他走上演讲台时 他却突然目光绝朔 亮出了自己坚毅的眼神 他说 这件事情实际很轻 就如同厕所里的一只苍蝇飞走了一样 而苍蝇喜欢去厕所罢了 此话一出 那些叽叽喳喳的苏联记者也猛了 他们哑口无言 只能静静地等待着周总理将演讲说完 如果他们接着问下去 无异于在自己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吸引苍蝇的厕所 周总理的这番机智的反讽 又再次帮中国赢了一次 西方记者贸然向总理提问 你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谁 总理立即机智应答 赢得了全场敬佩的掌声 然而 记者依然不依不饶 周总理都是如何一一化解的呢 这是一次著名的周总理回记者问的名场面 当时的世界 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清朝书辫子的年代 更别提什么对女性的尊重了 西方记者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想看周总理当众出丑 要是他扭扭捏捏回避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 西方八卦媒体上的头条就是中国依旧封建 总理不敢讨论男女问题等等 而要是他回答得太过轻浮 所以说一个中国就上海名人 或是党内文工团的妙龄女子 也是正宗的敌人的吓坏 但周总理没有迟疑 当即微笑地答道 我当然见过 他就是我的妻子 邓颖超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在片刻尴尬的宁静之后 全场响起了激烈的掌声 可那西方记者依旧不依不饶 接连对着周总理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就是 您认为您的妻子漂亮在哪里呢 谁知 周总理面对这种事情 早就是 身经百战 他轻轻地抬起了头颅 摆出了一副自信的样子 不慌不忙地对着麦克风 娓娓道来 周总理说道 我认为他最漂亮的 就是他一直自革命期间 就一直在我身边 不离不弃的那颗心 对我而言 女人的美丽的容颜 远不如他高尚的革命意志美丽 即使世界上有女人容貌再美 也远不及我妻子 在我心中的美貌 此话一出 全场更是掌声雷动 这一通出色的发言 不仅狠狠地回击了 这位故意找茬的外国记者 还侧面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 把中国的国籍形象改善了许多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中国人不仅懂文明 懂评选 甚至还懂得什么叫精神美 从此以后 中国的民主文明形象 便在国籍上更加生动了 发生在周总理身上的同样事情 还有很多 但周总理每次都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巧妙化解 化肤朽为神器 又有一次 有记者问周总理 中国既然已经和世界接轨 为了和世界大交道 很多事情还是相互通告为好 那么 中国现在有从事风俗业的女子吗 这个问题提完 又是一点哗然 因为这个问题 就算是回答的没有 也会被拿出各种证据 或是莫须有的证据 来搅扰局面 到时可能会变成一个 非常难以控制的混乱收尾 但这可难不倒周总理 在周总理的强大控场能力下 就不会留下 让外国人抹黑的花柄 他抖了抖袖口的尘埃 风趣的说道 还是有的 就在中国的宝岛台湾上 相信有一天 那里的姑娘也有机会 过上体面幸福的日子 这个回答 彻底堵住了西方记者的嘴 毕竟他们这事 也不能提别的事情了 要是提 也提不出来 什么更花哨的问题 有点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